好在疫苗的部分 我們請王醫師來看一下 剛提到 陳時中說是因為很遺憾 緊急被通知無法供應 所以才會沒有這樣的一個疫苗進來 是沒有這樣的疫苗進來 這我們都知道 可是我要講一下就是EUA EUA是國家的權利 你看看我們在 為了COVAX要進來那個疫苗 我們就給他什麼 那個AZ啦 我們那個莫德納跟 BNT都給他的緊急 使用的授權EUA 那請問這個EUA 有去審那個藥證嗎 有去審那個什麼說明書嗎 都沒有 憑著空就可以去想了 所以你想想看 這個EUA給政府多大的權利 你愛用哪個就能耐用哪個 都可以 這個就是緊急授權的用意 我們國家需要 我就可以緊急給他授權了 這個只要政府一聲令下就可以做了 好 現在我們的 BNT疫苗 老早就獲得了EUA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進來 那為什麼我們南投縣的 要申請的這個 BNT疫苗 或者是我們的郭台銘 或者就要經過 反覆的手續呢 他已經有EUA啦 他那為什麼特別給人家小鞋穿呢 這個就是在打他的意思吧 我們的正式的程序 如果一個藥品或一個疫苗 或者一個醫材 要通過正式程序進來的話 那個可複雜的 台灣 如果一個藥品要進來 要一到兩年 如果是醫材的話更久 大概三到四年 所以這樣子怎麼能夠應付緊急狀況 所以才會有EUA嘛 所以他假如要走緊急 他假如要走一般程序 就是明白的 我要擋你的意思嘛 但是我假如有EUA的話 我就可以不用擋了 那他這個有EUA他就不講 他要走正常的程序下去 這個明白的就是要擋你嘛 所以這樣子的話 既然我們已經有EUA了 我建議我們南投縣長 反正要進疫苗 BNT的 你就給他進 進了以後 我本來就有緊急授權了 我到了關口出來以後 到了海關 你有種給我銷毀 當作走私你給我銷毀 笑笑看 我看你怎麼對付老百姓 這個東西就是江差的軍 讓他說你非得給我進不可以 因為地方本來就有權可以進這個東西嘛 你為什麼要擔心呢 我所有的都是合法的 EUA也有啊 都有啊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就是千萬不要放棄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大家在意的就是 我們大家的健康的問題 就是人命關天 但是怎麼還有這個政治的問題啊 還有這個利益通通都 依舊被牽扯進來 還是利益為先 政治優先 看到陳時中部長說什麼呢 大部分知名廠牌 都沒有做完三期就授權 這個他指的是什麼呢 王醫師 我們現在大家 只想知道說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打疫苗 我們到底呢 這個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獲得一個有保護力 但是現在又扯到說 大部分知名廠牌都沒有做完三期就授權了 是不是讓大家又對這個疫苗又有點擔心了 這個我說緊急授權 基本上是政府的權利 你看看我們對那三個疫苗 AZ 莫德納跟輝瑞那三個疫苗 連個影子都沒看到就EUA就出去了 就是這麼回事 所以說他也有權利 對我們本土疫苗直接就授權 他一期都可以授權 零期也可以授權 他二期授權已經很不錯了 所以原則上來講授權是他的權利 但是老百姓要不要買單 那又是一回事了 所以問題在這個地方 所以每個國家都有他的EUA 都可以因為他自己的需要 他去授權 沒有問題 但是在世界衛生組織就不一樣了 世界衛生組織的EUA 所以一定要三期完全做完 所以我們不能 就是跟 跟世界衛生組織是一樣的 不能跟他一樣 他的條件是比較嚴格 其他國家可以依應他的需要 任意的授權他都可以的 但是老百姓自己要明察秋毫 你不能因為這樣子 你就直接就去買國產疫苗 或者是打國產疫苗 這個還要考慮的 好 對很多老百姓來說 我也想要選擇 如果我可以選擇 如果我有 我有BNT可以選 我有更多的 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是數量不夠 那難道我們就真的只能等 國產出來了 可以可以了 這個保證讓大家都可以打到 對啊 沒有錯 他現在的意圖就是這樣子 讓你沒得選 只有國產可以打 是這樣子 所以其他的東西應該讓他進來 那國產疫苗大家是有疑慮的嘛 因為你沒有做三期嘛 你就給他授權了 你有權授 我也有權不打呀 對不對 就這麼回事嘛 對 但是看起來現在 人民是沒有選擇的 這樣一個條件 而且我覺得陳時中的這個談話 坦白講 就是說過去可能 我都覺得這只是傳言而已 不太可能 但是我看到最近 指揮中心的種種的作為 我真的強烈的懷疑 為什麼指揮中心跟民進黨政府 要這麼偏愛 要這麼獨厚我們的國產疫苗 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陳時中講說 大部分知名廠牌 都沒有做完三期就授權 這根本不是事實 沒錯 他玩的是文字遊戲 他們的確沒有做完三期 他們在三期的期中報告 之後就獲得了緊急授權 可是不要忘了 他們三期至少有做到期中報告 然後才得到了緊急授權 跟我們現在這個完全是不一樣 我們現在的國產疫苗是 只做到二期而已 所以你看陳時中在玩的是語言遊戲 文字遊戲 他說他們沒有做完三期 的確 可是他們第三期開始啟動 而且也拿出了期中報告 證明了他的安全性 我要強調的問題來了 台灣呢 台灣只有二期 二期試驗 指揮中心要怎麼跟我們拍胸脯 說他一定有能力對抗新冠肺炎 如果沒能力是怎麼辦呢 台灣人民就是白打了嗎 打了之後還要再被感染嗎 這指揮中心此時此刻 我覺得最妙的是 他們在二期都還沒有做完 我們就要下訂單了 下了500萬劑的訂單 然後我們就開始跟國內大內宣了 說大家等著我們8月就有疫苗了 你怎麼知道他8月會成功呢 他如果失敗了怎麼辦 我不是要唱衰我們自己的國產疫苗 但是什麼事情都有風險耶 如果國產疫苗在8月底沒有完成二期 或者二期失敗 那麼請問一下指揮中心要怎麼跟台灣人民交代呢 你現在告訴我們說如果全世界真的買不到疫苗 沒錯台灣人民只能期待我們的國產疫苗 可是現在連佛光山 連南投縣政府 連郭台銘隨便誰都可以買得到疫苗的時候 你還要騙我們台灣人民說疫苗很難買喔 我們買不到疫苗嗎 所以我真的強烈的懷疑 指揮中心在此時此刻 全世界的國家都在超量的購買跟囤積疫苗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要說我們的疫苗夠了 不用再買了 當民間團體企業家宗教團體都可以買到疫苗的時候 指揮中心為什麼買不到疫苗 更重要的一點是你今天國產疫苗 在二期試驗沒有結束之前 你為什麼就要下單 你憑什麼告訴我們說它一定有效 你會算命嗎 如果沒效怎麼辦呢 所以今天讓我們看到太多可疑的地方 包含今天陳時中的講話 都不願意坦坦白白 誠誠懇懇的說實話 你就老實跟大家講嘛 國外的大部分的知名廠牌 都是做了第三期的期中報告之後 就拿到了緊急授權 可是國內的沒有 你敢不敢講呢 你不敢講 因為你怕講完了之後 臺灣人民開始害怕了 我還不要講說 如果我們打了國內疫苗之後 全世界各國承不承認 如果以後需要疫苗護照 我們的國內的疫苗 有沒有得到WHO的認證 有沒有得到其他的國際組織的承認 如果沒有 我們也拿不到疫苗護照 我們打了也白打了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出國 所以這些問題 都是指揮中心應該要考慮 應該要想清楚的 為什麼在此時此刻 你刻意的減少 我們對國外的疫苗的採購 刻意的去阻擋 所有的團體要對疫苗的捐贈 為什麼在此時此刻 二期實驗還沒有完成 你就要下單下五百萬劑 指揮中心一定要告訴我們 必須要說實話 好 等啊等不到疫苗來 難道這個我們的人民真的只能夠打國產疫苗嗎 但是這個國產疫苗也得不到我們所謂的疫苗護照 接下來到底人民該怎麼辦 每天國安家裡不要出門嗎 漢廷 從禮拜五開始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嘛 正好都是釋放出很多郭台銘要捐啦 佛光山要捐啦 很多人都想著要買啦 各地疫苗都要湧入啦 然後加上就是民眾都開始質疑 大家是不是要護航本土疫苗 然後開始矛頭針對這個指揮中心 炸鍋了 對 所以可見本來的明天 就是高端疫苗的股價應該會跌的 對吧 因為海外的疫苗進來了嘛 所以理論上高端疫苗的股價明天會跌的 結果呢 今天馬上就宣告 馬上就跟高端簽約啦 五百萬劑 不用怕 那明天的股價會漲還是會跌呢 所以就不要去質疑說人民懷疑你在其中炒股票 因為我在二月份的時候 我就在中天至少三個兩個節目都在講啦 就高端疫苗就是要炒股票啦 當時還不到兩百塊 現在都到四百了 明天搞不好又往上衝 為什麼要急著加碼 為什麼要急著買呢 那不就是希望趕快漲起來之後 這一些人才能夠趕緊脫手 然後去割韭菜嗎 這是一個 第二個最關鍵的 就是為什麼陳時中今天要講一個所謂三期受不授權的關係 那是因為從昨天開 從這兩天 開始網路上又有兩種在帶風向了 第一個就是這些蟑螂啊 這些側翼真的噁心至極 沒有人性 喪盡天良 怎麼說呢 第一個風向在造謠講說 哎呀 大家要對我們台灣本土疫苗放心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我們莫德納的聯生兄弟 他是美國疫苗聯生兄弟 好就說這是美國偷偷帶技術給台灣的 偷偷 對 偷偷的 講的是偷偷的 然後他講的很大秘密 就說這是為了什麼疫苗自主 就生的跟國防自主一樣的高度 所以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 就是搞這一套 當然大家在網路上如果看到什麼事情 都要跟所謂的國防 軍事 或者是自主 獨立扯上關係 那就是拿台獨的幌子在騙你 好 所以這一種聲音 就是很多自稱為專家的 然後還有搭配上所謂新新聞的內幕 更好笑的是網路上的側翼 竟然還比新新聞的爆料早了半天 好 那這也是表示他們中央廚房的配套 那麼這一些事情甚至在網路上 很多YouTube都還在傳 因為就在剛剛有一名我的支持者 還傳來這個消息 然後這個YouTube就講說 哇 台灣好棒啊 台灣的疫苗一級棒就是跟美國是一樣的 鬼扯蛋 所以大家真的很容易就會被騙 然後網路上已經有更加具有專業的內容去回覆說 不可能 因為莫德納的技術跟台灣的這個技術 就是兩回事 不可能有所謂的一模一樣這回事情 公然造假訊息 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就是在昨天晚上 民進黨社群中心的主任 一個姓范的 我都不想點名啦 就范桶吧 這個范桶他為了要護航本土疫苗 直接對海外的國際藥廠進行造謠 他講說AZ莫德納啦 然後BNT啦 這些都是二期做完了 就緊急授權了 這是標準的造謠 為什麼呢 因為人家都是到了三期 有了期中報告之後 才申請緊急授權 然後每個國家和可狀態不太一樣 很多的國家基本上都是 人家的三期已經實驗結束了 然後才獲得緊急授權 有的是至少提出三期的期中報告 隔了幾天才獲得緊急授權 簡言之至少都要有三期的期中報告 絕對不是現在側翼在這邊講的 說二期做完就緊急授權 那麼所以陳時中今天才要出來講 陳時中他才要針對這個部分出來做回應 因為民進黨的人在網路上造謠致詞 直接去辱罵 抹黑 栽贓其他的國際藥廠 他就是欺騙老百姓都不懂 欺騙臺灣人都是智障 結果這種文章還有無數人按讚轉發分享 所以充分可以證明了 當現在大家都在防疫 但民進黨這些側翼蟑螂在幹什麼東西 就是透過造謠跟抹黑來欺騙老百姓 來護航臺灣的本土疫苗 沒有良心 喪盡天良致辭 誰在支持民進黨也是頭孔孤立 1450不打病毒 現在打什麼呢 我們現在來看到在這個疫苗的部分 不斷的有人出來帶風向 但我們來幫大家算一算好了 現在我們的總數量 我們的疫苗總數量87.6萬 這個數字真的是少得很可憐 對 少得很誇張 對 少得非常誇張 100萬劑都沒有 那已經接種37.8萬 那現在針對了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在今天包含了像是聯誼的人愛院區 還有陽明院等等 都可以看到都是大牌長龍 就像剛剛講的 其實在美國 你已經可以在一些像Costco 你就可以 而且停車場 直接開過去人都不用下車就可以打 對 但我們現在還要在這邊排隊 你看到保持安全距離在這邊排隊 其實這個也是另外一個群聚了 對於這個來說也是 人家以為我們臺灣的人 人家以為我們有智障你知道嗎 因為確實就覺得已經這麼威脅了 然後我要去排隊快篩 我要去排隊打疫苗 然後天氣這麼熱 或是今天也下大雨 這人民真的非常的苦 好 我們來看到這個疫苗之亂 現在還持續在燒 陳時中說 其實指揮中心去年 疫苗佈局基本方向定出來了 包含爭取在國內代工授權製造 國外疫苗採購發展國內疫苗當中 當然說採購是最快 但是沒有的話就會受制國外 所以他說國內也很重要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圖卡 他說國內製造包含自由品牌 大工都是很努力的 所以最終 最終他怎麼說呢 也組織了相關製造廠合作 但最終是功敗垂稱 現在疫苗之亂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這個醫師的部分 也要來揭開 到底呢 我們部長說的 剛剛漢林講了 這一位就是你剛剛不想要稱呼他的 范先生 他來說了 AZBNT莫德納都只有二期 就獲得了美國的緊急授權 好署長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是不是真的睜眼說瞎話 那我檢舉啊 我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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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消息 辦不辦啊 陳忠諺你辦不辦 你明天早上要不要辦 民進黨 社群中心主任 是不是我剛剛看到的 對 今天已經一大堆那個 濫勤組在喘啊 對不對 民進黨 所以我就說嘛 為什麼 那個本來陳時中都已經 一下說要給地方進 一下又不給地方進 對不對 後來是怎麼樣 我記得是5月27吧 這禮拜三 就是民進 禮拜三禮拜四 就民進黨的黨中央的 這個會議之後 那不是黨主席 蔡總統也是她的黨主席啊 黨主席在黨中央宣布 然後她的民進黨發言人 也讀稿啊 也都宣布啊 說這個疫苗要由 這個中央來統籌 要由民進黨 對政府下令 說要由中央來統籌 為什麼這件事情 會需要由民進黨來表態 這個是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一般我以前做 做官員的時候 有一些 市議員啊 或者是 立委啊 或先議員 他們要質詢事情 你知道他們怎麼跟我說 他私下就說 因為 因為這個是有人拜託 或者說啊他 他是他裝獎 或他選舉的時候 有捐錢給他 所以他一定要來罵 他不罵他不能 他交代不過去 我以前的經驗是這樣 就是這些政治人或政黨 他如果有答應一些什麼事情 那他就要公開表態 我就不知道 這是過去我們遇到的事情是這樣 所以我就合理的猜測 這是不是這樣 不然為什麼 你為什麼會是民進黨的黨裝來宣布 然後現在又看到是民進黨的社群中心主任 那來放這些話 那就是我們看到就是在圍攻 圍攻 就是集體的要擋 這些國際的疫苗 擋任何人去進國際的疫苗 那個國際疫苗的生意 是政府在做 然後國內的疫苗的生意 這合約 那也是執政黨的政府在做 看起來是這樣 我覺得這樣 但你要我覺得是 很多事情你玩火 你玩到好 把人民的命拿來玩的時候 你在這種時候 我就說你這樣的 昨天21個人死亡 今天雖然掉到11個 但是很多都是 就是剛剛死亡 而確診以後 就是才剛確診就死亡等等 所以這個是不好的預兆 所以你不要看到今天宿舍 稍微下來 我認為怪怪的 因為還有29931例通報是待確認 還有將近3萬例 有待確認 所以這些 我看這些數據 我都持一個比較審慎保留態度 那我看這些發言 看這些謠言 我都持一種高度警覺的態度 那我覺得 這對我們是一種雙重的折磨 就是我們的身體已經在受苦了 我們已經在驚嚇了 我們還要被這麼多的 各式各樣的這種謊言 造假來轟炸我們 我們人民到底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問自己 我們做錯了什麼 我們一定要記得 我們真的要記得 在網路上現在真的是各式的轟炸 可以這樣說 我們看到包含了這個 潘建智醫師也出來講了 說錯得離譜 他說美國沒有給AZ緊急授權 美國給了輝瑞BNT嬌生 跟莫德納緊急授權 這三款都是完成了三期的實驗 還有蘇偉碩醫師 他說陳人中說未採購BNT 因為沒有申請要證 但是他沒有說的是 AZ跟莫德納都沒有要證 這是第一階的騙數 一樣文字遊戲嘛 講他要講的 但是呢 不讓你知道的 那我就當作沒這回事 不要講 所以看到其實賴斯堡委員也講了 在4月27號 BNT就緊急授權了 現在把人民的生命堵上去 發言證實了 已經跟這國產疫苗 近簽約了 就在這個時候呢 網路上也出現了 好多風向都來說 國產疫苗真的很不錯 這樣有力的消息 書長有沒有看到 這個側翼真的很厲害 這個公式在第一時間 馬上出來了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明明這些疫苗 都已經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的緊急授權 而且事實上 國際上就有一個疫苗追蹤器 告訴我們所有的疫苗 它的進展 它現在進行到第幾期 這都很清楚 地球是平的 這些疫苗它經過三期臨床試驗 它也已經幫很多人接種 而且這臨床試驗是細到連年齡都要分的 所以AZ在美國 它要針對這個兒童 年輕人另外再做 所以這些都很嚴謹 那我們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已經全球都已經這個 進行了試驗 而且都已經在施打的疫苗 我們在那邊製造 這一種錯誤的訊息 然後要來 要來這個對我們的自己 沒有做三期的要來替它 這個 我不知道正要用什麼形容 只是我覺得真的是太惡質了 我覺得如果民進黨 你自己是一個執政黨 你可以搞到這麼下流的話 你真的是 我相信人民在2022 應該要讓這樣的政黨知道 我們很憤怒 好多了 好多了 好多了